大家好 你好 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让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水利局在碧潭宴 举办世界鱼类回游日响应活动 展现生态保育成果 新店清晴河滨公园 亲子梦游天地游戏场正式启用 运用天然地势高差 设置多元邮剧设施 大关国中小角力队参加113年全中运比赛 表现依旧亮眼 荣获二金四赢十二桶 新店祥和路芒湾多车祸平船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在议会咨询中 特别关切并要求持续检讨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认识 喜爱美式重机的选天龙 响应世界鱼类回游日 新北市水利局在碧潭宴鱼道旁 举办了响应活动 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参与 并且希望借由活动来唤起大家 对河川保育工作的重视 同时也在现场听取碧潭宴生态狼道的封硕成果 新北市响应世界鱼类回游日 与国际自发性行动接轨 在新店碧潭宴举办响应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参与 并且特别制赠纪念品给前监委包综合 感谢他加速促成碧潭宴重建 同时表示希望透过这个特别的日子 唤起大家重视河川保育工作 新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在活动中说明 碧潭宴是个多目标兼具生态油气及防洪功能的宴体 结合新店锡无为强势的水样博物馆理念 再以水样学堂模式开课 打造深具环境教育意义的大自然教室 而碧潭宴鱼道更是新店锡最大的鱼道 不仅让鱼类可以有一条回家的路 同时设置了AI辨识整合系统 让民众都能够更贴近溪流生态 它是平均流速1.5公尺 所以它大概有几十种鱼都可以上去 那这个大概是 曾老师也帮我们做生态调查 我们在7月11号就开始风水 周边有60种鱼类 11种蟹虾类 那通过有40种 这个大概我们都有监视器在做监测 而根据清华大学教授曾晴贤的生态团队调查显示 整个新店锡下游段已经有60种鱼类 11种虾蟹类 其中有45种会使用碧檀验鱼道回游 新店锡的碧檀验的下游段 已经有60种的鱼 11种的虾蟹类 那这些的这个种类里面 总共有45种的这些鱼虾蟹类 都会使用这个碧檀验的鱼道 那就是表示已经有7成的这个鱼 会使用我们设计的这一些鱼道的这个设施 新北市水利局表示 透过活动希望将鱼道设施及回游知识 介绍给大朋友小朋友 同时展现水样博物馆推动的成果 也期盼能够升值每个人心中 关于人水及生态的思维 让大家一起体认河川生命力的多元 新店又多了一处儿童特色游戏场 它就位在清晴河壁公园 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为发响 取名为亲子梦游天地 游戏场占地约1.7公顷 一共分为三大区 设置了11种游具 并且运用天然的地势高差 来形成自然的回圈游戏体验 要让小朋友在大环境中玩得尽兴 二 一 请起到 新店河壁公园在天一处儿童游戏场 以原有地形发响 宛如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探索 希望小朋友带着好奇心来到游戏场游玩 因此这座位于新店清晴河壁公园内的特色游戏场 就取名为亲子梦游天地 新北市高探处处长张修明表示 这座游戏场运用天然地势高差 使得游具与自然环境可以形成游戏回圈体验 我们利用一个四米的高差 我们打造了一个溜滑梯还有攀爬组 然后在入口的部分 我们以先帝的一个食材 做一个叠时的一个倒树平台 中间的树木 刚刚市长走过来说 这边可能很川区不能种树太热 其实我们先帝的树木 我们都尽量做个保留可以做遮阴 亲子梦游天地游戏场占地约1.7公顷 有三大主题分区 设置了11种游具 包括旋转设施 弹跳床 磨石子溜滑梯和攀爬组等等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除了在新电系河滨生态的优化 更努力地创造水娱乐水文化等等 要让民众有一个最宜居的生活与休闲环境 水文化更重要还要水安全 所以我们在周遭也不断地扣建 我们的共荣公园 以及宠物公园 甚至很多的运动的场所 所以我们新电系 以及我们新北市的河川处理上 只有我们的河川永续环境 优质化 让我们新北市民 有一个好的生活的乐园 带着小朋友抢先体验的 新电市立幼儿园园长张首芬就表示 这座游戏场的空间相当宽阔 设置的多元游戏设施不仅好玩 对于小朋友的肌肉发展和协调度 也很有帮助 让孩子能够尽情的玩乐 而且在这个尽情的玩乐的当中呢 就好像我们的幼儿园 家宝活动课程大肝里面的身体动作 身体动作与健康里面就有讲到 我们有移动性动作 还有操作性的动作 那孩子操作这些游具 就像那个大肌肉的运动一样 那这个大肌肉的运动 就可以培养它的一个一个 稳定的一个协调控制动作的一个能力 除了亲子梦游天地游戏场的启用 另外这次的清晴河滨公园改善工程 也同时纳入了旧有亲情宠物公园 将原油改善工程面积扩大两倍为3000平方公尺 并新增的绿印 坐阶及水龙头等等 而借由沿岸的景点串联 要让民众来到新店河滨 不论大朋友小朋友甚至是毛小孩都能够尽情游玩 记者杨帮友超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哪关国中小角力队参加了113年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表现依旧亮眼 27名选手参赛就有25位得名夺牌率相当的高 一共获得了二金四银 十二同三个第五名四个第七名 同时荣获了国女组团体的亚军 还有国男组的团体第五名 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日前圆满落幕 新店达官国中小角力队不负众望 在这次的全中命比赛中 依旧努力奋战再创佳击 一共有27名选手参赛就有25位得名 夺牌率相当高 带队的两位教练丁兆平及卫传义都表示 整体表现在预期中 虽然有几位选手因为失误 只拿到铜牌或遗憾败北 但大家都有尽力发挥值得肯定 整体来讲都有发挥的还不错 至少我们把长期训练的展现出来在比赛场上 我觉得同学们尽力发挥就非常好 表现在我们运行之内 多数的孩子都有达到理想的成绩 虽然有一些在细节上因为失误 最后只能拿到铜牌 对是有点可惜 但是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在训练上有尽情的投入 那在比赛上也有把自己该表现的表演出来 那没有放弃比赛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达官国中小角力队在这次全中运角力项目中 一共获得两金四银十二同 三个第五名四个第七名 同时荣获国女组团体第二名和国男组团体第五名 每场比赛都相当刺激高强度 在这次获得国女第九级金牌的庞可凡就说 第一场对上有国手资格的选手压力非常大 没想到能够衰赢最终拿下冠军 另外获得第四级铜牌的郑又熙 则是从败部比赛中发挥实力取得胜利 之前没有想过自己会得金牌 因为第一场遇到的是选上国手的选手 就以为第一场就会败杯 但第一场摔赢他之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让我一路上摔到金牌 然后金牌赚赢的那一场还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就终于做到 就是放开摔 就是不要在像预赛的时候一样太紧张 因为败部就是比较重要 所以就是要就放开摔就好了 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紧张就好 达官国中小校长林才义表示 角力队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 而比赛场上胜败乃兵家常识 面对失败更要能够经得起考验 勉励选手们再接再厉 也期许他们在未来的阶段都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这个压力可能会变成你未来的养分 在这个承受的过程中 获取一些宝贵的经验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训练 或者是高中阶段的角力运动 都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随着全中运落幕 也代表着队上九年级即将毕业 接下来达官国中小角力队在心血加入后 除了在休息期 以不同运动项目让孩子有多元接触 同时会依照状况进行调整 期盼角力队持续蕴含能量 在未来的赛事中继续精彩亮眼 勇多夹击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祥和路因为满湾多 车祸频传 4月份时更发生了两起重大意外 而近日又再次传出 在同样的地点发生了车祸 为此新北市议员陈宜君在议会质询时就特别的提出关切 要求有关单位要持续检讨 同时呢也要呼吁用路人放慢车速遵守交通规则 新店祥和路经常被新店人戏称为祥和赛道 而多处盲湾经常造成车祸频传 4月份时两名青少年因为车速过快 在祥和路上追撞垃圾车意外身亡 没想到近日又在同样的地点有车祸发生 为此新北市议员陈宜君在议会上特别提出关切 诊断路段不只是这个交叉口 其实我说的盲湾几处之外呢 我们看它诊断三公里哦 死亡车祸在4月底这一件 再来就是A2体伤有100件 然后呢踩损呢有69件 也就是说诊断真的是有问题嘛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指出 祥和路因为依照溪流地形所以产生多个盲湾 再加上一旁的葛音墙使得行车视线被遮挡 而这个问题也多次在新店人的脸书社团被讨论 而在4月份重大车祸后 议员陈宜君就立即发文要求检讨 交通局回文在祥和路与安民街133项设有预告标志等 不过陈宜君表示意外一再的发生就是要不断的检讨 希望能跨局处共同商讨 避免遗憾再次发生 甚至呢可能公务局警察局所有的相关的专家一起共同来商议 你要放一下我这边的检数标线 或是隔壁的警示用文字的标线 除了希望能够在交通标示标线上 让祥和路可以更安全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也提醒用路人 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定放慢行车速度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要带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位非常喜欢美式重机的玄天荣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园市美式重机协会会长玄天龙 他将房子提供给车友聚会 他总说房子租出去了赚的是钱 但是呢他拿回来当会馆 我赚的是人 他更在这老婆真爱香水还台百圈 从桃园骑到了国际 骑出了精彩的下半身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为您制作的用心爱台湾 第一次出国 2014年 就由我们那个创始会长 杨会长 他呢就带了我们去美国 美西骑了一趟 那一趟真的是 很棒 何谓无前 本来啊 对这个骑车已经稍微有一点倦怠感 那经过那一趟美国这样骑回来之后 整个热血又背腾了起来 尤其是那种美式机车啊 它的发源地就是在美西这一边 美国的西部这一边 最早是骑马的 那马骑骑之后没有人骑马 人骑摩托车 那到那边骑摩托车呢 特别的有感觉 到大峡谷也好 到那沙漠去 让骑车这样放眼望去 一望无际 那整个心情啊 让整个视野 你又没有被那一个开车 让整个框住的感觉 你骑摩托车那种感觉 哇那整个海阔天空 完全没有框架 那个视野非常的辽阔 很舒服 我常常会po一些车友的玩的部分啊 或者是美食啊 或者是美丽的风景 那国外的一些车友 尤其是属于华人比较多的 像东南亚 它有很多的都是那种花衣的吧 对不对 他们都会去关注到这一块 那我也不晓得 可能因缘聚会吧 大家都原本吧 台湾有那么多的车队 他也不去关注 他就关注到我这里才来 我们现在我们整个协会 目前在国外整个交流的目前有像蒙古 蒙古车队他们今年也有来 还有中国大陆的最美江南 是他们整个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车队 那东南亚这一边的话就是有民兵车队还有奥特罗车队 那分别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 我们都交流很多次了 像东南亚我就已经去骑了有三趟了 他们也来我们这边环岛也超过三趟以上 这房子租人只是赚钱嘛 但是呢 如果能提供出来让车友们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聊天啊 喝咖啡啊 或者看看影片啊 也不错啊 对不对 虽然赚的不是钱 但是赚的是人啊 对不对 人才是最大的财富 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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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四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呢就到那个海滨公园去 就张慧妹办那个演唱会那里 结果去到之后呢 完了 很多人都在那一边 然后呢 等了老半天 终于等到了百年乌云 百年 那一年并没有曙光 所以 那几个车友 我们就说 哈 看 大老园跑来这边 结果呢 看了一个百年乌云 没有曙光了 太好笑了 那结果 几个车友就骑后 没关系啊 你可以带着龙草骑一百圈啊 那 只是一个玩笑话 也没有很认真 然后后来呢 每次还岛 我们就跟他讲说 诶 那他们叫我们还一百圈 我们就还一百圈 你神经病啊 一百圈要还到什么时候啊 从2008年的第一圈 那个是第一圈开始 一直到去年 去年是2022年 才把这一百圈来把它给完成 当遇到那个像南回那时候还在修路 整个路面上都是碎石啦 很滑很危险 那晚上八点经过南回公路 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且还遇到狂风暴雨 那时候总觉得 哇我突然间觉得 对不起我老婆 这种天气这种路况 还带着他出来起车 真的是 可是呢 当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那一股革命情感就浮欠出来了 不及间的感情更好了 下半生的精彩你要怎么去创造 你为了还岛而骑车 你会觉得很累 但是你为了骑车而还岛 你就不会觉得累 而且你会骑出很多精彩的故事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波妹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新店十四张历史公园 6月1号开放细水区 规划有水及桶区 湘雨水尊道 水桌及水桶瀑布区等 多项玩水设施 炎炎夏日欢迎民众 来这里消暑一下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 持续推动机车驾驶训练制度计划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 并考取驾照者 补助每人训练费1300元 新北地区名额共计6200人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发挥绘画创作才艺 新北市刺壁镇服务协进会办理第27届 《爱在画中身心障碍者巡回画展》 即艺术创作活动 详洽02-8985-7688 新北市立图书馆实定分馆 7月份每周三下午4点 开办百变歌仔细时定讲座 内容包括拉内台湾歌谣艺术赏西 实定Monday 学博瓜等等 欢迎民众参加 详洽02-2663-1354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右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新店的YouTube频道 又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